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不注意的就已经发生了 什么大事呢 英国脱欧 就在1月9日 英国下议院已经以330票赞成的高票 通过了英国的脱欧协议 不容易啊 真是几经不遏折呀 从2016年开始 英国全民公爵同意脱欧 一直到2020年 三四年的时间 可算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了 大家还记得英国那个女首相梅吗 她是几次三番的奔波于英国议会和欧盟之间 刚跟欧盟达成一个协议 送到英国下议院 对不起被否决了 再跟欧盟达成一个协议 送到英国下议院 对不起又被否决了 当时的英国下议院 就是要让梅首相不断的修改她的协议 但是你每次修改大家都不同意 所以梅首相才黯然下台 换上了今天的约翰逊 当然了 约翰逊上台之后 一开始也很不顺利呀 本来他自己定的 说到2019年底肯定脱欧 但是人家下议院就是不同意呀 所以英国才破天荒的 在12月份举行了下议院的大选 这次大选 约翰逊一派大获全胜 也正是这次大选 选出来的新议员 支持了约翰逊的脱欧协议 虽然说这份协议目前 只是英国下议院通过了 未来呢 还要送到英国的上议院 还要经过英国女王的批准 英国这边你批准完了之后呢 还要拿到欧盟去 欧盟议会得批准 但是那几块都基本上就是橡皮图章了 最难走的一步啊 算是走完了 然而我们也得跟大家讲 这次的批准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为什么 这次下议院批准 代表着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开始 英国算是正式同意了 欧盟也没有意见了 然而在未来还会有长达一年的过渡期 在这一年 英国还要跟欧盟进行无数次的谈判 来商谈到底脱欧之后 英国以一个什么状态跟欧盟进行贸易 毕竟离得这么近 贸易额这么多 以往大家是在一个贸易体系中 而现在要拆开了 英国脱欧对于约翰逊来讲是个胜利 他有可能达到自己1月31日之前完成脱欧手续的承诺 但是对于英国来讲恐怕未必是一个成功 我们以往的节目就说过 苏格兰人早就放出话来了 我们要留在欧盟 管你英国留不留 当年我们苏格兰公投脱英 为什么不成功 因为你英国当时还在欧盟之内 现在不一样了 英国脱欧之日 可能就是重启苏格兰脱英公投之时 苏格兰人是愿意留在欧盟的 而且苏格兰人觉得这么些年来 英格兰占了他们太多的便宜 你北海油田本来是苏格兰的 为什么大量的收入要上交中央政府呢 所以既然你要脱欧 那就别怪我无情 我要脱英 而且未来要脱英的远不止苏格兰一个 所以未来英国脱欧的万绿长征怎么走 还要慢慢看 更多大千世纪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赵旅拍案的赵旅拍案 赵旅拍案 赵旅拍案